比较深的渠齿嘛 有牙咒病跟渠齿 如果没有做渠齿治疗的话 如果可能要打渠部麻醉剂的话 必须注意哪些事情 麻烦那个 他的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跟我们提示一下 万一他有考虑到要拔牙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做哪些提示 比如说需不需要停药 需不需要停药 需不需要事情给药 做premedication用 麻烦你告诉我们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可能要停药 可能要先给抗生吃嘛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都不需要做处置 我们就直接就可以做拔牙 就是说做补药和拔牙的动作 有些什么风险嗎 风险 风险就是怕它会比较虚弱 就饱完药 那身体状况会比较虚弱 可能会怕会有体内感染嘛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需要 给事情给药的动作 就这样子 麻烦心脏血管的主治医师 跟我们建议一下 要怎么做这些处置 OK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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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